第126集 昭明帝的声音藏着一丝哽咽 这些年是朕对不住你 没保护好你 昭明帝说着就要举起酒杯 却被太后大怒打断了 陛下 太医的话你不听 哀家的话你也不听了吗 流眼和昭明帝都愣住了 错愕地看着大怒的太后 昭明帝看着太后眼中的怒意和忧色 又看了看自己的酒杯 忽然什么都明白了 肩膀微微抽搐着 竟是笑了起来 皇兄你 流眼莫名看着忽然发笑的昭明帝 却见昭明帝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太后匆忙跑过来 扶着昭明帝的手臂 急道 太医说过 你不可动气呀 昭明帝咳了许久才停下 松开手 却见掌心一片烟红 你 你又渴血了 太后一惊 回头喊道 赶紧穿太医 都不许去 昭明帝大吼一声 吓得宫女太监们都跪了下来 昭明帝深呼吸了一下 才缓缓说道 所有人退出大殿 不得靠近半步 宫女太监们急忙跑了出去 宫殿内只剩下陈国地位最高的三人 昭明帝苦笑看着太后 母后啊 你不是让眼帝回封地了吗 她不是答应走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杀她的 太后阴沉着脸 死死盯着昭明帝 刘衍回过神来 看向了桌上那杯酒 哑声道 酒里有毒 一下若不回来 她此刻就已经死了 太后不再否认 她冷冷地扫了流眼一眼 就算陛下回来 难道就能救得了她吗 哀家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谁 难道陛下不清楚吗 陛下离宫 定王暴毙 她本就身患究极 使人不会怀疑是你做的 昭明帝靠在流眼身上 咳嗽着 笑着说 知道 知道的 母后都是为了朕 所以 朕从来不敢埋怨母后 可是 母后 能不能 不要再 伤害朕最重要的人了 流眼抓着昭明帝的手臂 不敢置信地看向太后 是你 是你让薛小堂出卖我 是你害死了边疆那么多战士 是你 是你派人追杀我 太后冷漠地说 是 哀家做得又如何 你早该死了 二十六年前 若不是云飞 剖腹 娶子 该死的是你 三年前 若不是成儿救你 该死的 也是你 太后的呼吸急促起来 眼中泛起赤红的血丝 她如厉鬼一般瞪着流眼 你为什么不死啊 流眼一颗心如坠边哭 不敢置信地看着太后 我母妃难缠 是你所为 太后冷笑着 没有否认 她如鹰损般锐利的目光 看向了昭明帝 陛下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昭明帝艰难地呼吸着 缓缓说道 三年前 燕帝遇害 我派暗卫追查 终于知道 母后 你知道我多痛苦多失望吗 他是我的弟弟呀 也是你一手抚养长大的儿子呀 难道这么多年 你对他 就没有一点点亲情吗 没有 太后站了起来 面目猙獰地指着流眼 嘶吼道 没有 我为什么要对他有亲情 他的母亲抢走了我的丈夫 如果不是先帝心存死至 如果不是为了让先帝活下来 我根本不会让他活着 可是 我不但要养着他 还要好好养着他 太后靓枪着后退了半步 门眼之间满失痛苦和怀念 他好好活着 先帝才会有个念想 他才会愿意为了他 才会愿意为了他活下去 我以为他 我以为只要杀了他 他终究会回心转移 他终究会回心转移 终究会和我好好活下去 就像他出现之前那样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 我以为了